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这个整点加我们的是自身媒体人罗友志 志愚好 大家午安 友志哥我们要来讨论一个话题 其实也都是一个大乌龙 其实在之前我们说这个案530 这个江苏的台商 从大陆回到台湾 然后一记入记就被认为说是确诊案例 所以是台湾的卫福部指挥中心 在13号的时候 就宣布他确诊 但没有想到我们时间快速一拉 到10月28号到昨天 指挥中心就说 其实他不是阳性个案 他根本没有染疫 所以说包括他的个案 其实在之前都讨论了非常多 后来发现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当中的这个简体 根本就是搞错人了 做了几份 做了1970份 后来发现每个人都是阴性 所以中国大陆这边就很怀疑说 他真的有得病吗 而且到了15号的时候 庄人详也一句话说 很不幸隐姓 因为这时候公布他的复检结果 竟然发现说他是隐姓 而且不只是第二彩音 三彩音 四彩音 通通都是认为他没有确诊 整件事搞了15天 才发现说根本就是简体弄错 其实根本就是他 按536从法国回台的这名男子 是被宣布确诊 对 530变成536 536变成530 那现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是要讨论 那现在整个分成三个区块 一个当然就是机场 对不对 从那边过来 我们暂时也不讨论 因为大陆已经做 1970个检体测验了 那这个是大陆的事情 那台湾这部分到底哪边出问题 一个是机场 因为机场进来之后 它是猴头的一个测试 所以一定是先进去PCR 挖一挖之后放到检体里头 然后放着 然后从机场再放到实验中心 然后这些实验中心 据说是北部某一个医学中心 一个大医院 他们的检验室他们做的 然后检验完之后 这个报告跟那些资料 再送到卫福部 就这三个 那这三个到底哪里出问题 陈时中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的交通部机场没事 我们卫福部的资料没事 所以也就是你们这些医院有事 又甩锅过去了 对 所以这些医院现在花软 平常都是我们在忙 我们在操 因为动不动一个月上万个检体 至于你知道吗 对 很辛苦 结果我们忙得这样子 那你马上甩锅 到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过程还没有厘清 结果你就第一时间告诉媒体说 应该很有可能是实验中心的事 至于如果你是实验中心 那些辛苦的医生检验室 就会很切心 平常是 我这样加班为了国家 那你现在马上甩锅给我 如果说现在整个检验报告出来了 检查报告出来了 真的是他们的错 那如果万一过一个礼拜之后 发现是机场的错呢 那怎么办 是不是又要给他上诉的机会 就伤害已经造成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其实非常不健康的 再来就是现在这整个检测过程里面 我们的心态有没有问题 我对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见 庄人祥 10月15号公布胎伤复检结果一句 很不幸 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可能 至于你去看病 哪个医生告诉你 至于你住哪里 我住乡下 你们很不幸 不会吧 医生不管你生什么样的病 医生只会针对这个病情 病因告诉你 至于你这样状况如何 要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那我现在开药给你 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 有没有医生会对你幸灾乐祸的 你TVBS主播 不会吧 对 不会这样子 怎么会有一个医生 冠上很不幸 那这一句话就造成了 整个网友大家又开始开战 就整个这个过程 除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出现之外 还有心态的问题 还包括我们想到以前 小明你记不记得 国家你自己选的 还有现在连WHO 都说是新冠肺炎 COVID-19 我们到现在还在坚持 叫什么武汉肺炎 这所有在在 你都看到见烈心情 听到大陆你看看 我觉得没必要 所以大家其实蛮担心说 会不会就是因为 这些政治上的偏见 然后政治上的一些 大家的不认同 就也连带影响到 所谓的防疫 甚至也让现在秋冬季节 马上你知道外国 其实一天都好几万人 在确诊的状况之下 尤其这个国门能不能受 这其实才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不只是说 当然态度方面要检讨 然后你相关的问题 总要找出白吧 比如说到底是 哪个环节出包 像是这个案536 跟案530 大家看起来 好像只是个检体 不小心拿错互换 好像是很简单是没有说 但你要知道 他们从不同地方回来 一个从江苏 然后一个从法国回来 然后行下也不一样 一个一行一二行 对 竟然还可以弄错 所以说当这些 检体送到了北部的医学中心 其实这个院里头的人士 就刚刚像有志哥说的 他们非常不满 他们说指挥中心讲说 目前毫无证据显示 这个错误在实验室发生 这个院的人讲的 他说认为 这个检体错误的原因 有很多 有没有可能是 当你在检测完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机场的一个环节 也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标签脱落 或是有一些错贴的状况 为什么指挥中心 不去怀疑他 因为像是标签脱落 现在大家也认为说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最后陈时中 陈部长是怎么说 机场的确有两个行下 但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这些贴子就知道 脱落非常难 等于说他已经把说 第一个环节 从机场到实验室的 标签脱落 还有贴错标签 这个环节都已经排除掉了 那不是甩锅给 这个实验室 跟这个检测机台是什么 请问一下 陈时中部长 你是法官吗 你是检察者吗 机场的确有两个行下 这个common sense 这不需要不劳您讲 但大家如果去看那些贴子 就会知道脱落是很难的 蜡两咖蜡蜡蜡蜡蜡 说台队应该听得有 但壳再怎么密 还是会有一点漏洞 我请问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 太多的事情发生在不可能 你说绝对不可能脱落 我也觉得绝对不可能简体错置 今天不是发生了吗 因为大家非常相信你怎么会错置 对啊 这样子的事情你觉得不会发生的 不是发生了吗 这样子的事情你觉得不会发生的 你觉得真的不会发生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是不是指挥办案 对 是不是指挥现在正在调查的人说 我说的不会脱落 对 那如果万一检查的人真的找到脱落 他到底是该写还是不该写 你觉得一个主观管应该这样子指挥办案吗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下一波的疫情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再进化的陈时中 应该是更负责任的 比我们这十个月带给我们安全 台湾环境的陈时中更进化 我们看到的却不是 我们看到的是不管从莱猪 一直到健保议题 一直到现在疫苗议题 还有到现在这个疫苗减体错置 所有在在的听到太多他的个人主义 可不可以放下来 因为秋冬真的要到了 我们希望所有防疫应该是一体的 包括这些实验中心的人员 他们应该也是把陈时中 当作他们的大家长 每个人愿意为防疫中心卖命 而不是现在甩锅切割 我觉得不应该在这时候 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挫败 对 而且大家想说 好 如果说真心有要调查的话 怎么会拖到这么久 因为大家来算一下 其实从10月13号宣布确诊案例开始发生 隔天你就发现说 他的二检是阴性 然后三彩四彩都是影响的状况之下 你为什么没有赶快去调查 而且当时其实很多医生就有说 会不会是有可能 根本就是这个样本拿错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三彩四彩通通都是阴性 结果过了15天 昨天才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我们搞乌龙了 而且难道是只包不住火才承认吗 就陈时中当然说 你必须要从很多层面去厘清 耗时多贴才进一步的完成判定 好 搭配这一句 你要很多天才可以进一步完成判定 又说这个贴纸很难脱落 很明显就是甩锅给实验室 而且大家看 现在我们是抓到 今天这个像昨天 庄人祥就说有三支的检体是错置的 等于说有三管是出了问题 但是你现在抓到的 只有530跟536 那还有一管呢 这还有一管去哪里 这个问题也非常大吧 对啊 可见不是唯一嘛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两次了 请问真的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吗 不过我刚刚至于说 在第一时间整个指挥中心 并没有马上去查 不过这个时候你提醒了我 我到底要夸奖一个人 那就是张善纯 张善纯大家如果记得 八天前发生这个事情 530跟536的时候 张善纯已经讲过了 他那时候说 我觉得里头问题很大 觉得怪怪的 是因为张善纯这一句话怪怪的 所以整个大家可以开始去查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管大陆的病例 日本的病例 我们他们的输出 我们的输出会报到哪里 会报到WHO 会报到世界卫生组织 会有个IRH把是不是这样的单位 他们做统计 所以他们会更为各国报上来的 然后开始统计 你这边有问题 你这边有问题 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发现 这两个案例怪怪的 从大陆报上来 1970个完全都没有对等的关系 说是阴阴阴阴阴阴 可是台湾去出现了一个江苏来的 他们觉得怪 所以才提醒 是两个提醒 一个张善纯的提醒 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提醒 结果15天后才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张善纯的敏感度是够的 可是我记得八天前 还有人说 一个阳转阴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前面第一天阳 第二天阴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 你是川普上升的吗 他的儿子15秒 你们记不记得 我儿子15秒 新冠肺炎就好了 你以为每个人都是 他川普的儿子吗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才就真的符合科学 还好有张善纯 还好有WHO 可是相对起来VS 陈时中跟庄仁祥的用语 跟他的态度 我觉得应该跟张善纯 他WHO看起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视讯连线 给前国民健康署的署长 邱淑提 这个前署长你好 署长好 也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署长我想要请教一下 其实现在大家开始质疑说 包括卫副部长陈时中 在这一次的检体措置上 是不是心态已经出了 非常明显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秋冬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我们还有办法counter吗 我想这个已经是有一连串的问题发生了 刚刚两位主持人也提到 我们到底是要科学防疫 还是要政治防疫 那一旦我们的心不正 那么错误就会摆出 那我们就看到说 包括谎言 耍嘴皮子 那甚至于呢 是切割给第一线的人员 根本呢 经过这么多天 漏掉的case 都有机会传播出去了 那没有立刻进行 一个完整的调查 给大家一个客观的调查报告 那相反的 就是用这样的切割来处理 那这个会让第一线心寒 可是这种谎言 耍嘴皮子跟切割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当然还会记得 虽然面防制法明明规定 我们的政府有监测疫情的责任 结果地方监测的时候又被K 好 那这个检验的问题 有几个很严重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说其实检验是我们科学防疫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 那检验的瓶管是任何一个检验 包括在医院他们都知道 这个实验室瓶管它是有一整套的系统 从最前面你去裁检 还有你的这个试管贴的标签 有没有贴错 有时候根本一开始就贴错了 然后一路的运送 到了你做检验 到你发报告 一整个系列都要建立非常严谨的评管 但是我们就听到指挥中心 还没有有报告 还没有调查报告 就先推给第一线 然后说什么呢 说要来建防错机制 那意思是说 全台湾的医院都知道实验室 这个检验要有防错机制 而我们的防疫检验 是到现在才要去建这个防错机制 都已经十个月了 这真的是让人捏很多把冷汗 那另外呢 就是说 那我们这么样的 一个这个不重视 整个实验室的评管 而且在现在 各位也还记得 我们的这个机场入境的检验 是只针对有症状有病的人 那你这样子 你一漏掉的时候 就是非常严重 你漏掉的是有问题的人 可是大家也都在讲 国际的疫情还在烧 而且大家也在等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来边境解封 我们连这么少少的 针对这个有症状的人 或者特定的 比如说菲律菲 来采助检测 我们都可以出错 我们如果是要全面来检 要解封 那我们的量能准备好了没有 陈思忠也说了 说要人家第一线去增加人力 你政府给的支持 还有你有没有 你光这么少 你都已经人力不够 你如果要应付秋冬的 更大的疫情 或者你要边境解封 那人力在哪里 什么配套都没有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 觉得太可怕了 就说政府呢 国际疫情还在烧 政府就已经急着 要来进这个 含有瘦肉精的这个莱猪 然后呢这个瘦肉精 萊猪又跟地方打成一团 然后呢 这个流感疫苗 也没准备好 所以你就看到说 这个防疫啊 是降帅无心啊 累死三军啊 那署长 我们这样的轻忽的防疫 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 这个署长 我们在讨论到 所谓的心态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输出 所谓的确诊案例啦 昨天又再出去三个了 但是其实只要讲到这个 通通都是说 国外的这个检测能量 日本检测有问题 有问题 连日本都有问题 而且都说是胃阳系 这其实某种反应是 其实整个指挥中 也都是所谓的拖尿心态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几个症状之一嘛 对不对 就是切割嘛 然后非常的大意 我刚刚也提到 我们本身 法令就有规定 政府要监测疫情 政府要掌握 我们自己的疫情 第二个 在防疫的这个检验上面 是假阴性的问题 比假阳性更要去小心 可是呢 之前大家在讨论 这个入境检验的时候 结果呢 指挥中心拿出一个假数据 来骗大家 说是假阳性会有多高 事实上那个数据 完全是骗人的 那他就误导大家 去把焦点说 害怕假阳性所以不要检验 却不知道说你假阴性 甚至于你根本就不厌 所以你全部都是阴性 都没有阳性 这个对于我们的防疫的漏洞 是更大 而且对于我们防疫的口碑 国际的形象 是伤害更大 我觉得指挥中心 完全搞错重点 那其实我们的指挥官 他需要好好的加紧 不强 他自己在防疫 专业的不足 可是这种自大的心态 然后呢 这个疫情还很紧 就已经歌舞升平 甚至于呢 又要去开放其他 有问题的东西进来 病毒我们知道要防守 这个来自我们就不防守了 那像这样的一种 大意的这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的国民健康 是非常大的威胁的 好 我们非常谢谢署长 在今天特别抽空 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谢谢署长 谢谢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说 其实现在好像都已经变成 有这个真的是可以说 是政治防疫学了 已经政治凌驾专业了 其实对整个秋冬 马上要来的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民众 完全都不是所谓的好事 当然不是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 百分百的防疫 那其实我不得不先称赞一下 这十个月来确实是成功的 因为我们都还能够出去国民旅游 这个对比世界各国来讲 那个我们的安全性 确实比别人高 可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满足了吗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容许很多的 未来犯错的可能吗 我们的人的生命 难道这一次救了下来以后 全部以后都不会再感染了吗 不是因为我们政治防疫好 我们就中了疫苗 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秋冬 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去注意的 可是现在的心态 确实不断的告诉大家 我们都很好 别人都没事 我觉得尤其在你刚刚说的 我把眼光转回来看 如果以WHO来看 台湾五百五十个输出 这个病例 结果我们有五十例是输出的 十分之一 我请问如果你是WHO的专家 你怎么看这个国家这个数字 再加上最近又出现简体措置 我想请问 不要再来台湾看世界 从世界再回来看台湾 我们并没有做那么好 对所以或许心态部分恐怕 也都要调整一下了 所以我们再来台湾